那很多的触宝问我老花一九里香是喜羊的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它是喜羊的 有的话说老花一为什么我九里香不开花 我对九里香的了解呢 不是说特别的深 但是老花一也是颇有研究啊 我发现有个别的品种 它就是不爱开 那么呢 这个呢 是我从山东青州这边找到的 特别爱开花 特别爱结果的品种 这个品种没有给它起名字 你们可以看到 这果果的数量特别的多 有的话说老花一 你怎么能搞到的 为什么搞这种的 我想要跟那伙说 九里香 如果说开花结果的量很多 这对于我们搞繁殖的来说很好 为什么呢 这一个种 它的种子存活率是相当高的 这一个种呢 可能就会长起来一颗苗 这个全部是我们播种长起来的 这个呢 就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才长成这个样子 像后面这个就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看到了吗 所以这话 我们你一定要盖它这个点啊 九里香洗羊 之所以你们的不开花 这个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知道分多少品种 但是呢 我只知道我们选到的这个品种 花量确实大 就是一直开花 一直结果 除了开花的时间就是结果 我们把这些果子 就全部剪掉之后呢 修剪一下 四上肥再给多光着 它又开花 明白了吗 所以说品种也是很关键的 这个 估计到明年啊 我们就可以正式的确明 就是命名这个品种了 明白了吗 然后我们会大量的扩繁了 所以说呢 花儿没你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不是说你养的开不开花的问题 可能是你光照不够 又可能是你的那个品种不行 你看老花一的这个品种确实棒 没有见过结这么多果儿的这个酒里香吧 你们南方的很多的花油啊 你们路边上长的那种啊 它都是一年开两次花的 老花一这个是一直开花 一直结果 结果的数量特别多 有的花油也会抱养 我说老花一你的酒里香 会比同行的贵一些 你记住了 老花一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事情呢 是追求一种 整个行业进步的一个方向 让所有花油们养花进步的一个方向 可能我对于利润啊 对于价格 我没有把控的特别的好 明白了吗 懂这个事就行了 反正老花一会尽心尽力的去做 也希望大家多给一些时间 因为原意呢 毕竟老花一也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业比较早的一批人了 咱们中国原意是需要发展的 希望大家在有能力的条件下呢 也多多支持一些个正儿八经做事的同行 让整个的行业会更加的好 让咱们子春后代在养花的时候就很成熟 而且咱们中国的花可以开变全球各地 这是一个目标和理想 有点吹牛逼了 反正九里香给大家说明白了 喜光 我们这个呢 是跟三角梅柠檬梓子花放到一起的 就是贼拉的需要光照 它也不耐动 如果说温度很低也会冻伤 甚至说冻嘎了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觉得不错 就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洋花知识 我的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白了错吧 嗨 嘿嘿 嘿嘿